刚开始的时候 我基本上每一个audition 我都要做到40次50次 甚至有60次的都有 最后把那个reader都弄得非常的烦了 2020年的第三堂课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一的话是马丁路德日放假 所以今天是第三堂课 那今天的课不是正常练习 这次请了一个casting director和actor 他的名字叫做Paul Reddy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那个IMDB 他一共有250个title 那当然有一些是没有算在里面的 可能那只能是多于250个 不会少于 然后其中他作为casting director 就做了191个 然后演 可能剩下的就是演 也有50个片子 所以是很有经验 那老师在星期一的时候 给我们sides 就是试镜的脚本 然后要我们拍sop tape 然后发到老师这 然后上课的时候 给这个casting director Paul去给我们点评 星期一我在工作 然后同时 反正就乱七八糟的 所谓的忙 找了总之就没有完成 然后我想 反正也可以做live的 就in person在课堂上做 那我最后就决定 我就不做那个self tape 因为我还要找reader 还有个什么 总之很多理由啦 今天上课的时候发现就是 这是一个错误 其实就是老师安排你的事情 还是要尽可能 或者说没有借口的去完成它 就好像是一个audition 假如它是一个改变你表演的事业的 命运的一个audition的话 我想你不会放弃 你不会不做 你一定会做 对吧 然后现在反过来想一想 其实我也没有说忙到就是连一个小时去做这个self tape都没有 也不至于 所以还是你对这个事情重不重视 今天的话来了多少个人 我觉得有十个人左右 那只有三位同学 包括我没有做这个self tape 其他都做了 然后做了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做的时候 老师既点评了他的self tape 然后同时也给他机会上台去再做一次 所以像我 然后我们三个就只能上台去做一次 那他们做self tape的同时 肯定是多数都不会只做一次 会做几次三次五次 像我的话 可能如果我去做这个self tape 可能我会做个十次 那十次的话就是一个练习 然后再加上课堂上 你就会给一个比较好的给老师看 然后至少是在你准备的更充分的一个tape 给他给老师看 给你点评 然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在现场再做一次 因为现场和这个sub tape真的是很不一样 sub tape的话你可以 去慢慢边做边去理解边去改进边去调整 至少我是更习惯sub tape 因为我自从开始去演戏 开始audition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进入了就是pandemic的这个时期 就是都是sub tape 所以我in person对我来说是需要去挑战的要克服的一个难点 sub tape反而对我来说比较从容 我看到三位同学的sub tape做得非常好 我就感觉就是我这堂课没有好好的对待 所以导致就是我只能上台去做一次 而且也就那一次因为我没有准备 我今天只是说在花了大概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把这个size给就是不用去再想了就完全背出来了背下来了 差不多算是只是在表演没有想这个词的这个问题上课之前那怕的话就给我们机会去提问嘛 关于audition啊关于casting的一些问题有同学问到就sub tape好难啊 他觉得因为他也是头一回做sub tape他觉得好难做一个sub tape就花了两个小时 然后老师就讲你知道在十年前十几年前获得一次audition的机会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吗 他说你的agent告诉你你有一个audition的机会 首先你要开车去选角导演的那边去拿这个size这个试镜的剧本 然后回去准备一两天 然后再回去casting的office再去做这个audition 所以你来来回回要去四五次五六次 那现在的话你是通过手机通过电脑你就email就收到了 你的这个平台上就收到了 然后你就有size在上面了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准备 如果你快的话马上就可以开始做 他说这种方式对于演员是最方便的 其他的部门当然也方便但对于演员是节省了最多事情的 你不用开车出去不用浪费油汽油你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对吧 然后还很多时候是找错那个房间耽误时间错过audition 那现在的话包括sag有一些规定需要有两天48小时的时间 我忘了没注意听到48小时的时间给演员准备 那这些都是一些来保护演员和给演员更好的条件的 这个guest的老师Paul这个cast and director说你有任何机会都不要放弃都去做 他说他疫情期间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是帮了很多low budget的一些片子啊一些朋友啊去做很多 我都去做 他说有机会就去拍有机会就去拍 你拍的过程就会有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不要太挑剔 包括每一个audition都去做 做的同时你就会在不同的cast and director 面前就是变得面熟了嘛 就是大家都看到你 经常会看到你 混个脸熟嘛所谓 这都是很有帮助很有好处的 还有就是讲到有同学提到就是关于道具的问题 那老师就说道具的话尽量的越少越好或者说是不用 如果有一些你剧情里面说到并不可少的那你要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costume你穿的衣服 他说你不要太夸张就太为去为这个角色而准备 比如说你是医生不一定要穿个大白挂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有点多余 因为重点是看你的表演 当然你穿的衣服不能跟这个角色很不相符 他说你不能就穿个睡衣 对吧 那比如说你是个医生那你就穿个白色的衬衫或浅色的衬衫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警察那你也穿个衬衫这样的就可以了 不用专门去准备制服 他说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重点还是表演 因为他说选角导演已经知道我要找的角色是警察 那你就没必要在costume方面去做太多的功夫 我已经知道了 我重点是看你演的像不像 你对这个试镜的剧本的理解和有没有让观众看到你是一个警察 你是那样的一个警察 这个这个更重要 我问了两个问题 我问他就是如果是在in-person的audition的时候 如果是我的reader坐在旁边很侧面的话 那我是要面对他还是面对这个cast and director 这个好像是有点愚蠢的问题 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的话我就还想问一下 他说你不用担心 这时候cast and director会指导你的 会说你看着我 或者怎么样 因为为什么我问这个除了刚才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外 另外的话我也会有一些障碍 就比如说reader坐在这边跟我说话 坐在这边很旁边 然后我要假装看着这边我就会跳 我就会随着声音去看那边 所以这也是可能我要训练的方面 就是哪怕声音从这边发出 我要假装是从这边听到的 他跟我的声音从这边跟我说 我要假装我是这样去跟这个 我要找一个eyeline这样去跟他 作为假设他在我前面 这个需要学习 还有就是一个就是我说能不能去对这个reader去提一些要求 他说是可以的 他说你可以要求比如说要对方站起来还是坐着还是怎么样 当然他也可以拒绝你 就是你要有礼貌的去提出来 因为他们也有权利去怎么最后需要你表现 因为他可能给你一些挑战嘛 也许给你制造一些难度 还有关于这个slate和这个take要怎么放 他说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 你就还是单独放slate归slate 然后这个take归take 就是你表演有两个take 可能就什么什么的表演 take one take two 然后slate分开 不一定要放在一起 如果要求你要放在一起 那你就放在 你要把它剪辑在一起 觉得他今天说的还是蛮多的 但我总结的时候可能会忘掉一些 总之就是要多试 然后不要凑个机会 你不知道哪个机会可以给你更多的可能 可能你一个小的项目 但是被这个看中 发现你的这种能力 然后给你后面接着给你更多机会 说不好 只能多去试 还有就是课堂作业这个 老师还是要求我们 你得把这个self-tip补上 你看老师已经给你指导了 给了你notes 那你星期天上午十点钟之前 要把这个sub-tip再做一遍 再做 要补做 不是再做一遍 我没有做 要补做 然后再发给老师 刚开始的时候 我基本上每一个audition 我都要做到40次50次 甚至我觉得有60次的都有 就是不断地做 不断地做 就是最后把那个reader都弄得非常的烦了 就是觉得你这 我本来通常要求一个小时 然后最后做了三个小时 都还没做完都有 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练习 但是大概就是我比如说做了50个 前面15个是在 还在熟悉 还在熟悉这个词 然后后面20个 大概是在 已经渐入了 就是好一点了 能挑出一两个可以的 后面的十几个的话 可能就是已经是 你不在状态之下了 因为太有疲惫嘛 会累嘛 然后你最好的已经可能 已经做到了 但你的能力就在那里 很难再做到更好 所以后来的话 我就要求自己不能做那么多 有很多演员朋友的经验也告诉我 他说你就不要做太多 你就做个六次 五次六次 超过一定的量之后的话 你的质量是在下降的 他说你就不要再去做了 反过来也会逼自己 提前事先准备充足一点 然后真正take的时候 就做个五六遍 七八遍 最好不要超过十遍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值得分享的就是 我是一个非常不自信 然后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然后因此很多东西很犹豫啊 不敢去尝试或者说是太影响了这个行动 那我觉得我要改变的就是 不要太在意这些 因为你每个人做的事情 其实代表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和水平 你并不是很糟糕 你也就是那个样子 你就是你 如果你想改变做得更好的话 不是去不做这当下的这个事情 而是说从当下的这个事情当中学到 你哪个地方要改进 比如说你这个audition 你觉得哎呦会很糟糕 我一定会做得不好 那你第一个重要点是 你要考虑的是你要不要做 这是不是一个机会 如果是的话你就去做 因为你做了才有可能去学习 然后做了才有casting director 才能看到你 所以你做了之后 没有得到是正常的 得到的话 那说明你有某些方面是可取的 是选择导演是看重的 对吧 那你就慢慢就会建立更多信心 但如果你担心 因为担心而不去做的话 你少了学习的机会 另外也少了跟选择导演见面的机会 就是等于说他看你的tape的机会 是吧 那你少了两 呃损失了两样东西 所以不要担心你现在的表现 重点是要看你 有没有发现你哪个地方要改进 比如说例如我 我的英文呃 很糟糕 那我要怎么去练习 我怎么去操练 我怎么去把这个提高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嗯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 OK 今天分享到在这 今天就分享到这 然后下周再见吧 拜拜